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的超女冠军李宇春应该非常懂得这样的心情 这次比赛她作为唯一的表演嘉宾出场 和所有的训练生一起唱了原创作品《给女孩》 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对追梦女孩的勉励和安慰 愿你的梦多远都能到达心藏火花 名次一个个揭晓限定团The Night的成员名单也尘埃落定了 刘雨昕以1700多万的助力值断层C位出道 余淑欣 许佳琪 月妍 谢可寅 安琪 赵小棠 洪雪儿和陆柯然 也分别坐上了第二到第九名的位置 看得出来这一次《青春有你2》是真的出圈了 决赛直播的空前盛况堪比春晚 《青春有你2》总决赛的话题稳居到微博热搜第一 话题热度也是直接的爆了 记得上一个综艺热搜爆调了 还是蔡徐坤作为巨子一出道的时候 The Night排名公布之后 朋友圈也在疯狂的刷屏 有位谢可寅 陆柯然惊喜的 也有位奶万 金子涵 遗憾的 《青春有你2》的热播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场比赛本身的意义了 大海运来了 当下年轻人想要拥有多元审美 和表达自我的奖励愿望 而这一次《青春有你2》的主题呢 是X X呢 也代表着不定义 也代表了一切未知 在此之前呢 观众从来没有想过说 刘短发 穿着短裤的刘雨昕 会成为断层C位 不让场理出牌的行为举子啊 特别夸张的余淑欣 会成为一个人气选手 那作为女团呢 不一定要青衣色小蛮腰 大长腿规规矩矩 而每一个女孩子也不一定非得当 傻白甜 只会与世无争的生活 女孩子呢 也可以有欲望 女孩子也可以有野心 不定义女团 其实就是尊重每一个女生 都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青春有你2》 最难得的地方啊 就是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尊重 从赛制的设置 到导师训练 以及日常的生活 都给予了他们非常多的自由空间 在女性的镜头里吧 他们不仅是争取出道的训练生 同时也是拥有自我的独立女性 最初啊 《青春有你2》的制作团队 在面试选手的时候 都会问一个问题 说你觉得对女生来说 什么最重要呢 爆炸头张绝的回答就是说 身边很多女性朋友 非常关注自己的感受 喜好 开不开心 没有那么在意外界的眼光 就很爱自己 爱自己也是藏在这个节目当中的暗信 出评集的时候 蔡徐坤想要给张绝A 但是Lisa认为 王清更加有潜力 成为女团成员 高个长腿的她呀 也确实更加符合标准女团的形象 但蔡徐坤不同意 她说 每个女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秦牛正威和林小宅 初登台的时候 因为网红的身份 和话题争议 备受质疑 秦牛正威一开始啊 只是个气生生的锐的 林小宅呢 一开始跳舞啊 就像跳这个跳操 唱歌大白嫂 拿了是F的等级 看上去呢 是毫无成为女团的可能性的 但是节目组啊 并没有故意的去放大那些争议 反而是给了她们足够的机会 去表达自己 也尊重她们 即使既不如人 也想要进步的愿望 这才有了她们后来 一次比一次 惊艳自信的舞台 秦牛女二 不仅有公演比赛展现实力 而且还给了这些训练生们 不一样的舞台发挥特长 比如说青春加点戏才发现 赵小棠和乃曼演戏那么的好笑 看了可爱又迷人的她 访盘之后才发现 上乖喜爱 自信的那么的迷人 甜甜的蔡周一 又是那么的努力 看了学生会招心和青春联欢会 才发现 曾和妮刘令姿的舞蹈 跳的那么的惊艳 还有平时啊 总是乖乖的金子涵 居然那么的会搞怪 可以一边表演 变脸一边跳 It's ok 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小的闪光点 慢慢的去成了一个个独特的训练生 在青春有你二的镜头里 她们不仅仅只是舞台上 不食人间烟火的爱豆 也是有血有肉 有情绪的可爱女孩子 不仅青春有你二的选手可爱 导师也很可爱 在传统选秀里边 导师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可以随意的挑剔打压选手 甚至会放任选手勾心斗角 来彰显比赛的残酷 但是在青春有你二里边 导师却更像是朋友和家人 她们不决定选手的去留 只是帮助她们找到更好的自我 结果呢 全都交给场外的青春制作人来决定 蔡学坤从来都不用女团标准 去限定选手 她总是会由衷的赞美 上官喜爱 陈爵 张玉 这些个性选手 一攻二攻彩排的时候呀 她又不厌其烦的 帮助每个人找镜头 抠动作 给每个人加油打气 她最懂得努力过的人 值得被温柔对待 所以告诉刘雨昕 不要在意那些眼光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 我陪你一起扛 JerryJ看起来非常的酷 但是她永远都不会对着选手发火 还会提着烧烤小龙虾 去慰问大家 就算是对着情牛正威 这样的rap困难选手 她的建议呀 也是非常的委婉的 说你的最后一句 我听着稍微有点奇怪 奇怪到我至今说不上来 哪里奇怪 可能这是你的特色吧 平时啊 Lisa也总是笑嘻嘻的 但每一次走进练习室啊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在教舞的时候呢 会非常严格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手应该赚多少度 下腰应该到哪个身位 比心要放在胸口的哪个位置 全都如数加针 走下舞台之后 她又特别的容易心软 会被训练生们的精彩表演 而激动泪流 开心过Ella每一次呢 总是会动每一个训练生开心 也不吝啬的去夸奖每个人 她对唱歌没有自信的 蔡卓仪说 没有人要给你打分数 你只用把歌学好唱好 最后一次导师合作的舞台 Ella组啊 也是把派子尽可能的分给了 已经被淘汰的选手 大家一起唱的那一首晚安歌 戳中了每一个人的泪点 看得出来啊 青春有你二 不仅是一个竞争出道的比赛 也是一个承载了青春回忆 非常有爱的班级体和大家庭 这个家庭里边 Ella像妈妈 豆芽像爸爸 蔡徐坤像哥哥 Lisa像姐姐 而汪苏龙像表哥 而训练生们聚在一起啊 就像是姐妹 其实比赛不一定 非得是残酷的 令人畏惧的厮杀 也可以是温柔的 充满力量的磨练 青春有你二 最珍贵的地方 就是让每一个年轻人 从竞争当中 也能够感受到 就像是每一期的片头 都是一句温柔的鼓励 想要的位置 总是名额有限 别着急 只是我们走的路 有长有短 还有喜欢自己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刀获 勇敢值得被欣赏 但是总是从嘲笑开始 这也是勇敢的一部分 每一个人 不仅能够从比赛当中 找到成长的答案 同样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35进20的时候 训练生们 不再只关心自己的去留了 更在乎的是深逼的朋友 许阳一卓 我腿上是有瘀青的 被淘汰的时候 喊着 许家琪快过来帮我吧我 林凡和陆克然聊天的时候 林凡也会强撑着眼泪说 如果你要说什么上岗的话 就算了 我不想听 陈觉傲娇的说 我走了 喜爱 你就可以去找其他的妹妹了 被淘汰的许新闻 对谢可宁说 求你往前冲 求你真的往前冲 有人拥抱新的朋友 有人为姐妹擦眼泪 留下来的人呢 也是哭红了眼睛 被淘汰的人反而在笑 不得不说青春有你二的群像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这一幕让人记住了那么多 已经被淘汰的训练生的细节 记得她们都是这样真实温暖 善良 有力量 有梦想的女孩 这几年很流行个词就是个power 可是个power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腹肌有两条人鱼线 还是单手作服我称呢 其实啊 女孩的力量不仅仅可以是一种外部体现 更可以是一种内在的长久凝视 长期以来啊 女团养成有一套固定的系统和认可标准 这套标准呢 大概可以理解为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实力与外在的平衡 第二个点就是风格的模式化 女孩子们必须要好看 她们的表演也要统一 要么甜美 要么可爱 要么青春 迎合的都是亚洲长期流行的 低诱化的审美风 而在女性主义渐渐崛起的今天 女孩子仅仅是白受美就够了吗 我想青春有你二 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 就像是晶晶在节目里边所说到的 其实制作人们不是在看你 而是在看她自己 你们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时间 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不管我长得什么样 高矮胖瘦 我都是最美丽的 那些总是被挑剔 不够瘦 不够美 不够甜的女孩子们 都憋着一股气 一股力量 想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 我这样的女孩 也是值得被爱和被欣赏的 幸运的是 青春有你二 给了她们这个舞台 把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美 展现得痛快淋漓 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有你二 能够迅速的赢得 年轻观众的真正原因 根据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 青春有你二的搜索热度超过了 往年同类型节目的71% 多元化审美 重新定义语团的热搜话题 也引发了媒体 关于国内偶像产业的探讨 在国外 青春有你二的影响力 也同样巨大的 截至总决赛 节目超过了400次 登上了推特热搜 Lisa的合作舞台 话题登上了 推特世界趋势榜第二 话题刘雨昕 刷到了越南推特趋势的第一 包括还有到的是 Backback Guy舞台的海外热评 第一次这样写到的 韩国谁是最可爱的 中国谁是最酷的 现在青春有你二 虽然告一段落了 但是女孩子们对于 X的探索远远没有停止 The Night代表的不仅仅是9个人 她们背后还站着 无数的中国酷女孩 她们仍然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舞台 这一次不必说晚安 longer对落花意 尽管它是一整一条 外夜之亜的